每日神话 有些人说 保罗做了那么多工作 他对教会的负担造就太大了 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维持了恩典时代两千年 除了四福音 就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谁能比得上他呢 约翰写的启示录谁也解不开 但保罗写的书信 都是供应生命的 他做了对教会有益处的工作 别人谁能达到呢 彼得做了什么工作 人衡量人是根据人的贡献 神衡量人是根据人的本性 保罗在追求生命的人中间 是一个不认识自己本质的人 他根本不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 他对自己抵挡神的实质 根本没有认识 所以说他是一个没有细节经历的人 是一个不实行真理的人 彼得就不一样了 他在自己的缺欠上 在自己的软弱上 在受造之物的败坏性情上 都有认识 所以他对自己的性情变化 也有实行的路 他不是一个只有道理 却没有实际的人 变化的人属于蒙拯救的新人 属于合格的追求真理的人 不变化的人属于天然老旧的人 是没有蒙拯救的人 也就是被神厌弃的人 即使做的工作再大 也不蒙神纪念 对照你个人的追求 你自己到底是彼得 还是保罗一类的人 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若你的追求还是没有真理 到现在仍然如保罗一样 狂妄蛮横 而且还夸夸其谈 那你无疑就是一个失败的败类 若你的追求就如彼得一样 是追求实行与真实的变化 不狂妄也不骄纵 而是追求尽本分 那你就是一个可以得胜的受造之物 保罗不认识自己的实质 不认识自己的败坏 更不认识自己的悖逆 对从前抵挡基督的卑劣行为 他从不提起 也不过分地懊悔 只是稍作解释 他的内心深处 并没有向神完全屈服 虽在大马色路上扑倒 但他并没有从内心深处 来省察自己 只是满足于不断地做工 他并不将认识自己 变化自己的旧性 看为最关键的问题 他只是满足于口头上的真理 满足于供应别人 来安慰他的良心 满足于不再逼迫耶稣的门徒 来宽慰自己 饶恕自己以往的罪过 他追求的目标 只是以后的冠冕 与暂时的做工 追求的目标 就是丰富的恩典 并不是追求足够的真理 也并不追求 近身以往不明白的真理 所以他对自己的认识 可说成是假冒 他并不接受刑罚审判 他能做工并不代表 他对自己的本性与实质有认识 他只是在外皮的做法上做文章 而且他力求的并不是变化 而是认识 他的做工完全是大马色路上 耶稣显现之后的果效 并不是他起初的心智 也并不是他在接受了旧性的 被修理之后的做工 无论如何做工 他的旧性也没有变化 所以他的做工 并没有将他以往的罪赎回来 只是在当时的教会中 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样的旧性不改的人 也就是没有得着旧恩的人 更是没有真理的人 无论如何 也不能成为主耶稣所悦纳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 对耶稣基督充满了爱与敬畏的人 也并不是一个 善于寻求真理的人 更不是一个 寻求道成肉身奥秘的人 他只是一个 善于狡辩 而且不愿屈服于任何一个 比他高的人 或有真理的人 他嫉妒那些与他相反 或是与他敌对的人或真理 喜欢那些有高大形象 而且具备冤博之实的才子 他不喜欢与那些专爱真理 他不喜欢与那些专爱真理 寻求真道的穷苦之人来往 而是喜欢与那些专讲道理 而且知识丰富的宗教上层机构的人物接触 他喜欢的并不是圣灵的新做工 注重的也不是圣灵新的做工动态 而是喜欢那些高于一般真理的规条与道理 就他先天的本质 与他的全部追求来说 他根本不配称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基督徒 更不配称为神家中忠实的仆人 因为他的假冒太多 他的悖逆太大 就他这样一个堪称为主耶稣仆人的人 根本就不配进天国的大门 因为他从始到终所行的 并不能称为义 只能看为一个假冒的行不义的 但又为基督做过工的人 虽不能称其为恶 但可合适地称其为行不义之徒 他做的工作是有许多 但并不能就其工作的数量而论 只能就其工作的质量而论 就其所做工作的实质而论 这才能将事情的原委都澄清 他总认为 我能做工 我比一般人强 我体贴主的负担 谁也没我体贴主的负担 谁也没我悔改的身 因我蒙了大光照 看见了大光 所以说我比任何一个人 都悔改的身 这是当时他自己心里想的 到他要做的工作结束时 他说 我该打的仗打完了 当跑的路跑尽了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他打仗 做工 跑路 完全是为了公义的冠冕 并不是在积极进取 他做工的态度 虽不是应付 但可说成是 他的做工 只是为了弥补他的过失 弥补他良心的控告 他盼望的 只是早点将工作做完 将他要跑的路跑完 将他要打的仗打完 以便早点得着 他盼望的公义的冠冕 他所盼望的 并不是以自己的经历 与真实的认识 来见主耶稣 而是盼望早点做完工作 以便到主耶稣 见他之时 赐给他因做工 而当得的赏赐 他是以做工来宽慰自己 也是以做工来搞交易 来换取以后的冠冕 他追求的只是冠冕 并不是真理 也不是神 这样的追求 怎么能是合格的呢 他的存心 他的做工 他的代价 他的全部付出 充满了他美好的幻想 他完全是按着他私自的愿望 而做工的 他的全部做工中所付的代价 没有丝毫的甘心 只是在搞交易 并不是为尽本分而甘心付出 而是为了达到交易的目的 而甘心付出 这样的付出又值几分钱呢 谁又能称许他那不甘不敬的付出呢 谁肯对这样的付出 而颇感兴趣呢 他的做工中 充满了明天的梦幻 充满了美好的蓝图 丝毫没有人的性情 如何变化的路途 他的甲慈悲太多 他的做工 并不是在供应生命 而是在假斯文 在搞交易 这样的做工 怎么能将人带入 恢复人原有本分的路途中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